公民覺醒 大家一起來翻轉 大家午安 我是王吉民 今天我們來賓一定要討論 最新的選戰的方式 蔡英文主席是不是生氣了 他那天就說 哎呀 這個你們國民黨換誰都一樣 他到底在生氣什麼呢 他在臉書上面講了一句話說 什麼躺著選 他說連躺著都沒有時間了 那這到底是誰躺著選呢 這個選戰到這個程度 到底誰贏誰輸 可是可以確認一件事 連王吉民都說 整個國民黨氣勢已經起來了 那民黨會說我好怕 但我問問看 這個韋哲怎麼看 因為台南選期應該是 沒有什麼改變吧 好 但是我們切到另外一個角度 是似乎對決的氣氛 已經產生了 那麼我不知道觀眾朋友 你現在是不是已經在路上 常遇到蔡英文主席 宋主席 甚至你遇到朱立仁主席 但是我不知道你遇到朱立仁主席的時候 你心情如何 好 但是新北市人好像60%是不太開心 好 我們來看這幾個消息 沒錯 英倫對決 二零六大選的變數 這是在這個瘋傳媒 一篇文章 今天把他錄下來 錄下來 總共有三件事 我們也是今天要討論的 第一件事情 兩岸議題會不會成為 這次選舉的重要的議題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件事 他這支編文章說 蔡已經交兵了 蔡英文有交兵嗎 他說他連躺的時間都不夠了 那朱立仁的埃兵政策有沒有效率 等會我會問一下 常常參與選戰的 瞭解選戰的 建南老大怎麼來解讀這個事情 另外一件事情是 社會反應國民黨的情緒 還是非常強烈 就是反國民黨 那麼初步切割馬英九 英倫可以對決嗎 好 這些問題 我們等會要請教我們來賓 但是關鍵的時刻裡面 總有關鍵人物出現 王金平最近笑得很開心 在我們節目上面 上次立耿貴方說 最近王金平的臉的表情 非常的迷人 笑得很開心 為什麼 他說住下朱上之後 拉抬了區域立委的選情 可是很奇怪的事情 記者問他說 那對於朱立仁的選情呢 他說要問黨中央 那問立委選情 他說立委選情很好 怎麼會差那麼多 好了 這時候就看到另外一個人說 蔡英文說 你朱立仁在挑起對立 你換人好像都一樣 這不是換人怎麼會一樣呢 朱立仁跟洪秀柱不一樣 好 等我稍後晚一點 我們會討論這個主題 另外一個焦點來了 來看一下 這是朱立仁 這是在蘋果及時 朱立仁將猜選打了強心針 國民黨說呼吸順暢 真的嗎 這真的呼吸順暢 那我要替文雄委員擔心了 這個我們的 這個好龍兵會呼吸順暢 或還是呼吸窒息 可是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旺中的民調顯示 蔡英文是38.9 領先朱立仁是21.8 而宋楚瑜只有8.8 這個忠實民調是要玩什麼遊戲呢 可是我們另外來看一下 親民黨自己也不甘示弱 那麼花了150萬 150萬好貴 花了150萬 做了一個民調 宋楚瑜支持度是23 而朱立仁只有17 到底哪個為真 到底哪個為假 等我們要聽聽我們來賓的看法 好 當然關鍵的焦點在台中 那麼朱立仁喊說翻轉從台中翻轉 不知道我們紀國動委員有沒有覺得有在翻轉 還是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支出翻轉往上 今天國動委員來我們 來我們現場 問問看到底台中能翻轉嗎 好 最後一件事宋楚瑜 今天直接挑戰蔡英文說 難道要讓沒開過飛機的人駕駛嗎 這句話什麼意思 看起來這火氣大家越來越大 好 消消氣股票上漲都買點股票 好 來 我們先介紹一下非常精準評論時事 而且馬英九很討厭的人 叫做曾治平人陳敏鋒 敏鋒 你好 大家好 馬英九是討厭我嗎 你要確定嗎 好 另外是民黨立委 就是黃偉哲 偉哲你好 這邊好 大家都好 好 另外是社會觀察家 也是號稱宅神的朱學人 學長你好 各位大家好 學長你最近對朱立仁有什麼看法 他既然已經跨過左水溪了 他跨過左水溪然後又回家了 那不然呢 好 另外是資深作家 真冷 好 資深作家李建楠 建楠你好 你好 另外就是現在是不是陷入苦戰 還是戰爭越來越順暢 有沒有把對方置於死地的 親民黨副民黨劉文雄 文雄你好 大家好 我們好龍兵在基隆適應了嗎 不曉得因為昨天有一團 180個人去澎湖 真的我們真是佩服了 佩服 因為到處請客吃飯 我不曉得哪一檔 真的好厲害 等一下 學基隆跑去澎湖吃飯了 不是 180個人去玩了 不曉得哪一檔 真厲害 這選戰也選得再愉快了吧 澎湖三天要不要一萬塊 要 那還真 一萬塊就180萬 還是一批 第一批 第一批而已 這也太厲害了吧 另外就是我們前立委 也是參選台中第七選區 第二選區 那你知道這位委員他看起來有點疲倦 因為他早上六點半就開始跟著 跟著神秘 知道收垃圾的車子跟到九點多 國東委員你好 主任 相信大家好 台中有可能翻轉晚上嗎 朱立倫 現在是不是立委選行 因為朱立倫開始有比較好的一個徵兆 這個我不知道呼吸順暢 到底是睡著還醒著 睡著也可以呼吸順暢 沒有感覺 沒有感覺 無感 國東委員說無感 因為他跟著那個垃圾車 從早上六點半一直跟到九點鐘 但我是很好奇 那個到垃圾的時候 手會不會髒髒的 國東委員還握下去 再握到下一手 看樣子相親 應該很感受國東委員 然後他也會送他的國動的 什麼東西 國動 好 我們先來看這則消息 敏鳳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中國時報現在毛起進在幫忙 我們剛剛看到中國時報 之前做的民調是二十 二十七比上 在這邊 二十一比上八點八 這個民調是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最厲害的朱立倫 大勝宋楚瑜 到底最近這個 我們說中時怎麼回事 中時今天做一個消息 在禮拜六的時候 他說擔心率獨大 有高達將近一半的 就是我們的民眾 就投票人 國會要制衡 意思說你可能可以票投蔡英文 但是立法院一定要投給民進黨 親民黨 新黨 這是怎麼回事 你們這些媒體是 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訊息 因為是你們這些媒體 沒有 我覺得中國時報 一路上的理路很清楚 先是支持住住節 那住住節不幸下來之後 他們就傷心了一陣子 現在就開始幫國民黨朱立倫打選將 早上選任知道這個蔡英文 大概贏不了 大概輸不了了 所以就開始打國會的制衡 那這個國會制衡 完全就是國民黨的調 就是說大家非常擔心整個民進黨 明年拿到中央行政權的時候 又把國會過半數的席次拿下來 整個中央跟國會通常拿在民進黨手上 然後就缺乏一個制衡 其實這樣子的東西 但是我要請問一下 國民黨五十年來是不是都這樣子 都是中央 對啊 都是中央執政權拿到 國會是過半的席次 結果台灣五十年來有比較好嗎 每況日下 對啊 那民進黨第一次有機會 可以完全執政 中央執政權只有陳水扁的時候 拿過第一次 可是他那時候國會也是少數 在國會就互相鬥爭 我告訴你 在國會互相鬥爭 不叫國會制衡 國會制衡是要國會要制衡行政權 所以說如果你今天中國國民黨 你真的有權責相符 制衡的概念 你早就應該把總統的職權給他修憲 修到可以讓國會職業監督 這才叫做互相制衡 才叫行政跟立法互相制衡 我覺得今年這一次 既然民進黨整個事 這個已經到這個上面來了 就會有這樣第一次可能 這個執政權跟立法權全拿 那就不妨試試看 因為過去五十年來 這個國民黨已經都搞成這樣子 不妨給民進黨一次的機會 再者 國民黨今年 包括黨務 包括候選人處理 處理得這麼爛 我告訴你 選後國民黨要重整 都不曉得要花多少時間 他哪有時間去制衡呢 如果說你整個國會裡頭 跟這個行政室互相制衡 我贊成 但是如果你讓民進黨 就是所謂的這個離過半數 又是小 又是非常少的脆弱的過半 或是不夠半的話 我告訴你 那就是小黨綁架 林立的開始 所以我覺得說要嘛你這次就全民全部給這個民黨一個國會過半的機會 要嘛你就讓他差得很遠 然後整個政府有一個組織的一個重整 或是聯合政府各自黨派有一個組合的機會 我覺得 但是我說實在的啦 已經五十年了 不妨給一個政黨準備二三十年的政黨 好好的試試看 看他們完全執政到底好還是不好 畢竟我們現在是民主的這個制度 四年之後 四年很快就到了 如果不好 這個國民黨國會還是可以再拿回來啊 那你與其在國會裡頭 因為一些少數的席次 這邊爭爭吵吵 互相這個變成肉桶政治 我因為你很少數的人 我就要屈服你 少數人綁架法案 我跟你講那才是國家裡頭 整個國會運作裡頭最淒慘的情況 就是很早些那個小黨林立的局面又會重現 所以我這一次 我說實在 當然國會制衡這個東西 我在三十月前是我第一次講的 可是我後來我還是想想 與其看到國民黨如此的不長進 這三個月來 他們連內部的一個民主機制也沒有成立 你看朱朱姐上去民主制度 下來民主制度 朱朱倫呢 朱朱倫上去有民主制度嗎 如果一個在台灣建立民主制度的政黨 在黨內都沒辦法實施民主制度 我覺得你們要期待他們這次四年 還可以真的好好監督民進黨的行政權 我覺得那個太奢望了 這四年不如留給他們 好好的整頓國民黨 然後未來再走向一個比較良好的政黨政治 比較實際 這就是蔡英文說的國民黨不倒臺灣 沒希望 宅宅 那我就很好奇了 今天有一個這個議題在這邊 萬萬這個我們先看標題 蔡英文是不是陷到藍綠惡鬥的泥沼 因為蔡英文現在已經主動對於這個朱立倫 過去這一個禮拜的所謂的抹黑 開始做反擊 但是有人就說你的反擊 搞不好會陷入到藍綠鬥爭 好 等我們來討論這個議題 可是我們先回應所謂的 旺旺忠實民調 那旺旺忠實民調 幾乎基本上來說三十八點九 已經穩定的贏了 那麼朱氏大概是沒機會翻盤 所以是不是已經把這個整個 就是旺旺忠實配著國民黨大轉彎了 好 既然我總統不跟你拚了 我跟你拚立法委員 所以忠實就做了一個民調 這個民調上面有百分之四七 認為國會應該要制衡民進黨力量 百分之二十三點九同意 只有百分之二十三點九同意 敏鳳的 認同民進黨完全執政 對不起 只有二十三點九 這比例算是相當低的 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甚至在這個旺旺忠實民調裡面 直接火力大開 四十五點九 認為小一應該進一步說明 維持兩岸現況 就如同我剛開場白的時候 已經有人開始針對兩岸現況來說 如果他完全執政 台灣搞不好兩岸就會烽火連天 這個言論都出來了 民黨擔不擔心 你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覺得民黨現在有一個巧妙的地方就是 因為朱立倫幾乎輸定 所以你要打他 但你不能打得太過火 譬如說很多人一直在思考 你今天在新北市發動罷免朱立倫 到底是對蔡英文的選情加分還是減分 我覺得應該這麼說 戰場上有一個邏輯 窮寇莫追 因為當你把對方逼到背水一戰的時候 以民主制度這個狀況 有可能支持的會覺得說 你今天親門踏戶 你把朱立倫這個說謊的傢伙 逼得太過分了 雖然他說謊 但是我們大家還覺得好好打他 但是不要把他往死裡打 我覺得應該這樣講 旺旺中時的民調你持平而論 裡面講的內容 大家支持沒有特別大錯誤 譬如說國會應有制衡民黨力量 對啊 誰說哪一個黨在國會沒有制衡 而且過去幾年都有 民眾支持沒有錯 只是民進黨要不要過半 要不要有絕對多數 好 那民調低點這個是OK的 那你看第二點 認同民進黨完全執政 這個其實講明白一點就是 那你認同又如何 不認同又如何 你今天投給國民黨 代表民進黨不會完全執政嗎 因為你如果讓整個立法院 民進黨的立法委員過半的話 甚至你說如果要到四分之三什麼東西 那當然更誇張 但這個東西是民主常態 你不認同 那很好 那表示你討厭民進黨 但我覺得最後一個 其實應該這樣講 民調白白種 每一個民調有不同立場 但你要從裡面找出來 真正對整個社會有正面利益的 譬如說我覺得他第三點 我覺得很正常 小英本來就應該要講清楚 什麼叫做維持兩岸現狀 那因為這有一個大的挑戰 其實我們之前有討論過 當今天中美之間有這麼大的衝突 跟中日之間有這麼大的衝突的時候 以前的維持現狀 跟現在的維持現狀不一樣 以前坦白講 我們要去參加紅旗軍演 美國還不讓我去 現在結果美國剛剛講說 紅旗軍演是OK的 我們邀請你來 甚至如果今天在太平洋的大型軍演 如果你邀請解放軍 你要邀請台灣 那這個的兩岸均衡跟以前 馬英九上任的時候是不一樣的 因為美國已經有意要收編你 要招想你 要安納你的時候 那你的所謂的兩岸維持現狀 包含了你也不偏美嗎 那這樣子你怎麼做到呢 所以我覺得蔡英文應該要講清楚的 其實是他應該告訴大家說 我接下來的狀況是 我們如何親美 但維持跟中國良好關係 這個才是真正困難的地方 我覺得蔡英文在這個部分 沒有講清楚 因為別忘了你接下來 想要加入各種各樣 不管是東協 不管是中國 不管是美國主導的貿易優惠協定的話 那個東西沒有大家都討好的 你台灣這麼小 你大概只能討好一邊 那要討好兩邊 我覺得有困難 所以財神說法是恐怕兩岸議題 會不會是成為關鍵選擇 不知道觀眾朋友 你對於兩岸議題 會不會有什麼feel 可是我要好奇一件事情 這時候你已經很久沒有聽到馬英九 不過馬英九總統 昨天可是禮拜天 可是賣力演出 因為10月25號 是他所認定的台灣光復節 不論這內容大家你認不認同 可是你知道馬英九 竟然拋出一個議題說 你們民進黨就是黑箱 什麼時候民進黨變成黑箱 等我又問一下韋哲 同樣我要請教一下 這個就是我們國動委員 這個英倫對決 最後會是什麼 交兵與哀兵之戰嗎 這個反馬英九跟不反馬英九之戰嗎 還是維持現狀跟九二共識之戰嗎 這樣的戰爭對於台中的選民 有感覺嗎 稍後我們先聽一下韋哲 怎麼辦 現在劍拔弩莊 這個媒體的這個方向 已經往這個民進黨去批判 韋哲怎麼看這個事情 我們進口廣告